街頭啤酒和 視盡天下啤 大家好 我是Ben 最近這一兩個星期 由於Ben抱樣在身 所以沒有跟大家見面 今集Ben就在藍田的地方 藍田周邊拍一拍給大家 我現在在啟田商場的外面 這裡有不少的人流 也有很多不同的領展商場 另外一邊是一個住宅 啤田是一個屋邨 藍田這個地方以前叫鹽田 因為它在山上 它以前是種植一些以鹹水種植為主 最近這二十多三十年發展的時候 有很多在側如沖工作的 例如在日本或歐洲 過來香港工作的人 大力貢獻藍田這邊的經濟發展 所以在藍田包括附近的麗港城 都會聚集到不少的外國人 事不宜遲 今集介紹的啤酒 還有就是我手上的這罐 輕微甘威啤酒 讓我看看 綠色的包裝 白色的底 這罐啤酒 就是典型的Lager Beer 酒精濃度是4%的 它寫的這個字眼就是一個 酒精度大 或者等於4% 下面也沒有其他任何指示 說它是啤酒 另外就是 Snowblery Shenzhen Co. Limited 就是它下面出產的一個酒廠的名字 這個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金威啤酒 歷史說久不久 說短不短 它就是一個大陸生產的啤酒 這個歷史 我一直開 和大家說 一開完之後 泡沫 都見到是 馬上見到的了 OK 我試一試 好 繼續說說 先說了金威的歷史 它其實前身是一個上市公司 它的控股上市的集團 就是粵海投資 大家知道粵海投資是一間什麼背景的公司 它是一個廣東省政府 所控制的一個 主要在廣東地區和香港地區 做房地產級投資業務為主 當時金威啤酒 就在1990年代正式投產 投產完之後 現在 本身在上市公司的地位 已經被粵海投資所取代 它的號碼是124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說回一開始的時候 它連產量大概20萬噸 在國內來說 又是一個 還沒好起來 Ben正在咳嗽 喝了幾瓣啤酒 已經受不了 本身它在1990年代 投產之後 在廣東省地區做得不錯 亦都是全中國 當時第一間 唯一一個 兼得到綠色的企業 ISO9001 以及另外一個環保的獎項 他們在建立這個企業文化的時候 已經多次提出 他們是有一個新興的企業 因為他們的主生產地 在深圳的保安和羅湖區 是有持有廠房的 現在當然 在2004年的時候 引入了策略投資者起力 壯大了他們的生產能量 以及國際的聲譽 然後到2010年左右 就由華潤雪花啤酒 因為雪花啤酒和華潤啤酒 是同一個集團 買了金威啤酒的股權 自此之後 金威啤酒的上市 由於出售了 整個業務給華洋雪花佔了70% 就撤銷了上市 但是說回這隻啤酒的味道 說了這麼久 是不是 入口非常之爽口 很好 而且 真的非常之 比較淡 啤酒的味道 也是足夠 我認為是足夠 不會太苦 而且 釀造的時候 也加入了米 所以 令到它有些 回甘 有些甘甜的感覺 總括來說 我覺得這個啤酒的殘留 也都可以適中 的確是 不算是太快 沒有了這個味道 入口的時候 非常順暢 總括來說 如果你問我這個價錢 當然我先說價錢 先看看吧 剛才 這位啤酒 不是便利店 可以賣的 我本人 在華潤 萬家 即是他的超市 華潤 武公司的超市 華潤萬家 賣的 12.5 4 3 罐 如果剛才在百佳 看 大概4.5 一罐 另外 還有另外一款 啤酒 是特製的 包裝是金色的 六罐裝 我現在買的 就是獨立包裝的 啤酒 如果是 以3.4元的啤酒來說 味道 質素 還有各方面的 這個條件上 飲口 包裝 當然包裝 沒得好說 包裝這個 比較典型的 一個中國製的啤酒 包裝 有繁體字 是的 但他的名字 KINGWEI 是有得解釋的 我喝了一口 就給大家解釋 他有思考過 為什麼叫KINGWEI 原來在 創立這個啤酒品牌之初 他們已經想打造一個 比較好的 一個企業的形象 還有 為了未來鋪路 當時 為什麼是KING 大家知道是王者 他們走的路 就是一條王者之路 可以這樣解釋 KINGWEI 中文來說 當然是一個很響亮的 又有 金 金就是賺錢 還有啤酒 威 又夠威 就是這樣說 所以 現在KINGWEI 也是一個比較 英文化的名字 比起青桃 或者其他大陸啤酒 用拼音 的確是有優勝之處 這位啤酒 到2015年 已經可以連產量 達到150萬以上的噸數 每一年的啤酒產量 超過了20萬噸 當初一開始的時候 六七倍左右 這個成績也是非然 另外 他們現在 就是贊助 當然很多啤酒 也會贊助 一些不同的比賽 很多 例如 金威啤酒 他們就是一個 原來是西班牙 甲組足球聯賽的 合作的 一個指定的 一個贊助商 亦都突顯了他們 國際上的 一個 想做到一個品牌的效應 當然 大家在香港來說 看到金威啤酒 有機會 看到它的地方 就不是太多 只可以在超市 買完之後 回家去雪 在外面喝 就見不到很多 頻道 或者地方可以喝到 但原來在廣東省 已經是 廣東省的 啤酒企業 也不少 不過呢 他們不算最大 但是呢 在香港 看到他們的蹤影 他們在廣東省 原來已經 都是 頭三位的 其中一位 銷售量 當然也是這樣 所以才吸引到 一些大型的 啤酒廠 還有 最重要 我覺得他們的理念 是 即是 突顯了 他們和其他 競爭者的 一些優勢 國內的 因為呢 國內大家都知道 開發了 不是太長時間 但是 品牌 之路 也是不容易走 但是做越大 就會兼顧到 當大家發展起 這個企業的時候 看到這個品牌 一開始 可能是沒有 由沒有到有 但是由有 開始 也要是 金威 設立了一個 比較高的標準 給自己 可以看到 它的名字 或者 一些思路上 已經引入了 一些綠色的 環保概念 還有一些 改了一個 好的名字 也是很重要 令到它 日後的成功 也有它的道理 他們的口號 就是 要製造 一個 100分的啤酒 他們的目標群眾 也很簡單 令到任何中國人 都可以用低品質 低價錢的 去買到一個 高質量的啤酒 它是他們 打造的一個 企業的文化 當然 他們一開始 是國有的 一個省政府企業 但是現在 已經走到一個 傳統一點的 一個路線 但是 在不同的效應下 包括和不同的合作下 亦都是 在華釀啤酒的支持之下 祝金威 可以繼續 精精日上 我繼續 品嘗一下這個 啤酒的時候 也差不多 到了節目的 最重要環節 我看看今天的狀態 在病遇之後 有沒有好轉 後面 大家看到 為什麼經常有些燈 其實是一些屋邨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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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有些 爸爸在這裡逐棋 聽到在這裡叫囂 好 今集 街頭啤酒王 視盡天下啤的時間 又到了 好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 香港啤酒王 街頭啤酒王 以我們的 不同的地方 介紹不同的啤酒 這個熱城 希望可以感染到你 記住 如果覺得你的節目好看的話 給個訂閱 和按讚 我們 還有我們 會接受大家 觀眾的意見 還有 歡迎給我們 跟我們 說你想我們喝什麼啤酒 好 我們再見 拜拜